注意看 眼前的黑人选手正在调戏中国姑娘 遭到现场裁判制止之后 非但不停手 竟然还当众殴打裁判 她是拳击历史上最聪明昭著的混蛋 在过去的五年时间竟然因猥亵罪被警方逮捕高达19次 习以为常的她竟然还在被捕的时候听歌 一副自得其乐的样子 经常在比赛镜头前作秀 表情猙獰 永远是一副夸张的诡异模样 甚至在比赛中上方揭瓦炫耀自己特立独行 比赛中她狠辣无情下手击重 时常摔断对手的脖子来彰显自己天赋异柄的实力 甚至在击败中国选手之后 当众撅起自己的黑钉来挑衅和嘲讽 还撂下一句狠话 中国人是我见过最没有血性的一群东亚病夫 他们所谓的高手在我眼里不过是转脚瞎罢了 他就是号称美国风马的拳坛怪人查尔斯·本内特 可以看到这家伙一上场啊 就是拿着手机开着直播登上擂台 还在赛前大笑挑衅我们的中国选手 而我们的中国小伙巴拉金来自内蒙古的中国轻量综合格斗运动员 表示一定要战胜这匹风马 让他见识见识蒙古汉子的厉害 好的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你现在收看的是一场十分精彩的中美对局 我们的中国小伙巴拉金大战美国风马 拳坛怪人查尔斯·本内特 具体比赛结果究竟如何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让我们耻目喜带 好的 显然少叙第一回合比赛正式开始 可以看到啊 查尔斯连拳都不愿意接 哎呀 这个作秀的表情 我们的巴拉金是成功的拿到了一个正身位 是想给他摔下去 这个查尔斯还是势力很强的啊 可以看到这个力量上来说 呃 不太好摔 反抗的很厉害 巴拉金小压制他有些困难 查尔斯 绰号风马嘛 刚才你也看到了 在宣传片中这个查尔斯各种奇怪的行为 他出身于这个美国的贫民窟 甚至有时候啊 大家都觉得他比赛的时候 是不是喝药了 吃药的感觉 整个人疯疯癫癫的状态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作为美国的全塔怪人 他实力确实很强 好的 可以看到这个查尔斯的体能好像是有一些下降 我们的巴拉金也是成功压制住他 现在这个风马也不着急啊 对 你看这个风马确实是很有这种降与之争啊 我们的巴拉金非常的不错 可以看出已经是死死控制住查尔斯了 这个巴拉金呢 出身于内蒙古 小时候家里是放羊的 经常是跟羊摔跤 地面作战是非常的强 这查尔斯是生活在这个美国贫民窟啊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摔 只能摔水泥地 所以说我觉得论地面来说 应该是没法打过我们的巴拉金 嗯 需要拿肺做螺脚 但是破坏掉了 好 你看 点形的啊 可以等下一位 这是好 对 一个人站好几分之后 对 大家就会想 这到底是什么人要这么长时间 所以就丢起观众家的比赛 每次都戴着一耳机 听个音乐 摇头放 自拍 好的 可以看到我们的巴拉金虽然是拿到了正身位 但是 占据不到什么优势啊 这个查尔斯不说别的 防守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我们的巴拉金是没有太多的进攻机会 好的 逼至蓝边 哎呦 不小心 被查尔斯挣脱的可能性很大 我们的巴拉金也是竭尽自己的权力在压制这个查尔斯 但是查尔斯啊 这个 甭管别的身体素质确实不错 套现比我们的巴拉金还高一点吧 可以看到这个肌肉也是很壮硕的 好的 逼至蓝边 再次拿到一个正身位 我们的巴拉金可以开始考虑进攻了 是想做裸脚 是吗 这个 很有意思的一点啊 观众朋友们 这个查尔斯啊 第十九次被捕 也是因为猥亵罪嘛 他猥亵的是一个美国将近四百件的大黑胖子 结果被大黑胖子也是打地面压制住了 查尔斯也说这是自己一生的梦魇 也不知道我们的巴拉金能不能让他重现一回他的梦魇 不能把我比较 对 所以一看 巴拉金啊 充分的把这个实际不动 对 这 激动着啊 嗯 你看 你看 这边整应该很快啊 刚刚刚所说的这个现象 我其实觉得百分之七八十是有来于 对 是他在控制这个 好的 目前来看的话 节奏依旧是在查尔斯这一面 情况不容乐观 虽然我们的巴拉金拿到优势位 但是这个进攻啊 观众朋友们可以看到啊 没有几次有效进攻 查尔斯也是在把控着这个 整个比赛的节奏 不让你进攻 你就是做不到 有一些难受 你看 好的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第一回合比赛正式结束 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回合 我们的巴拉金火气也很大啊 进攻欲望很强 上来接着想跟查尔斯打一个地面 这个第一回合的话 确实是巴拉金不太占优 但是查尔斯的体能消耗的也很快 我们的内蒙古小伙们 平时吃都是奶茶牛羊肉长大的 体能怎么能赶不上这个小黑子呢 好的 漂亮 打死脚已经形成了 这个位置非常的棒啊 就看我们的巴拉金能不能坚持住 摁死这个小黑子 漂亮拍手放弃比赛 让我们恭喜我们的巴拉金 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这个小黑子啊 这个小黑子啊 赛前这么的嚣张 也是受到了自己应有的惩罚 让他见识见识我们中国人的力量 可以看到已经是被我们的巴拉金啊 勒得不姓人事了 漂亮 真是有血性的蒙古汉子 好的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感谢您的收看与支持 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巴拉金 第二回合59秒 降服获胜 有请颁奖嘉宾 贵州喜酒销售公司 山东片区总经理夏洪祥 山东片区总经理しま Florian 带进来 近の 旅行 山岩